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这个白天的天气 没有像昨天那么样子的 这个温暖舒适 尤其北部跟东北部 迎风面来说的话 这个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 几乎一整天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凉意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记得 添加保暖衣物 那么今天天气有一些变化 最主要就是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于 中国南方的钱包云系 移到我们台湾的上空来 所以可以看到几乎 我们全台湾的云量都是有点偏多 那么其中云层比较厚的地方 就是在影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 所以在我们这些地方 都是降雨几率比较偏高的 至于中南部的话 虽然云量是比较偏多 但是就是多云道晴 偶尔还是可以从云风中见到阳光 相对来说仍然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像这样子的状况 会持续到明天 接下来到礼拜一的时候 东北风逐渐减弱 逐渐转成偏南风到偏东南风之后 天气会逐渐的回稳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慢慢的有一些 在我们东亚 慢慢的有一些春天的气候的特征出现在 在中国南方 逐渐有一些比较多的水气出现 不过目前看起来 未来一个礼拜水气的位置 还是比较偏北一些 我们台湾就是北部跟东北部 稍微受到影响 所以天气状况来说 可能变化的这个速度 会比较频繁一些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明显很多的水气 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大致上的话 可能降雨的状况还不至于到非常的明显 但是如果是要往比较偏北边 像是长江流域 或是日本的南方来说的话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整个天气的转变跟变化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温度的话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北部 因为天气变化比较明显 所以温度变化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尤其在白天的温度 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 我们北部中午白天高温大概就只有17 18度 但是接下来礼拜一天气转勤 回稳之后 就可以回升来到25 27度 所以要特别去像这样子的温度的变化 这样子是比较舒适的 那么在比较偏17 18度的时候 就比较凉一些 整个穿着上面的调整 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三开始之后 又回复到大概22到23度左右 至于清晨低温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转变 大概都是15到18度 整个起伏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大致上就是在入夜之后 就是要添加一温 因为在晚上还是比较偏凉 甚至是有点偏冷的感觉 那么南部的话 温度的变化 趋势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大概低温就是20到22度 高温维持在27到30度左右 倒是这个每天每天的日夜温差 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早出晚会要记得添加一物 那么在这个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特别注意的 还是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在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 礼拜一的话 西半部的天气都会比较明显的 这个转稳定一些 虽然云量还是有点偏多 但是东半部是迎风面 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 还是会有这个震雨的情况发生 尤其在沿海地区 那么礼拜二跟礼拜三 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气 就会有比较明显减少 但是东半部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就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加美几率比较高的地方 北部跟东北部这些迎风面地区 还有入夜之后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还有我们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到达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 橘色的提醒等级 那么明天天气 跟晴天 跟晴天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还是一样在迎风面的 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 西半部 尤其我们的这个桃园新竹 与南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达橘色的提醒等级 还有职业温差 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东半部的话 最主要是北部跟东北部的 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 所以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 所以大致上的重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东北风持续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且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 中南部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 以及空气品质 可能不是很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